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指标 那今天是12月4号礼拜三 好 台股今天受到美股 今天凌晨大跌影响 跳空下开 但是尾盘做一个所谓的拉伸 那今天是涨21点 量是1041亿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对照一下 今天的上镇 日经 恒申 南韩 跌市都比较重 对不对 但是今天台股跌市比较轻 比较轻 那为什么 他在做一个所谓的支撑 那这个支撑 在主力在做撑盘是为了什么 为了出货 为了出货 然后今天盘中又出现了一个利空 那利空是什么 因为美国的国务 他的意愿 不知道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 我忘记了 他通过一条新疆人权法案 这个又是在打习近平 我跟你讲 他通过美国通过一个所谓的香港的 一个所谓的人权法案 习近平已经不爽在心里了 再来这一条 习近平不会签的 所以这个就是如我所跟各位讲的 那个什么 你听很多人告诉你会签署 我在节目上已经讲很清楚了 会签署才有鬼 这叫做所谓的情势的判断 政治性的判断 经济性的判断 还有个人的一个所谓的智慧去做判断 习近平就是一个所谓拖 好 再来 我再讲一个重点 12月15号 如果中国大陆没有签署协议 然后第二波的加税就开始启动 现在12月4号只剩11天 这11天你想习近平会签吗 impossible 对不对 好 OK 那之前很多人就在高点买了 那我现在就讲比较悲观一点的 那现在全球的法人在干什么 你告诉我 那个签可能无望啊 所有人都在落跑 所有的法人都在落跑 只有笨伞乎不懂 这我在节目上讲过了 那我一直跟各位讲 空军第二次的召集病 我在讲你会不会在听啊 这是郭先正三十几年的经验 我看太多了 我算是非常厉害的人 但是我在讲你也在听嘛 没有嘛 你每天都听就讲 赚多少就赚多少 一年365天都大赚 好 OK 那我们来看看盘石嘛 来文貌 我已经告诉你 下沙有量反弹 没量下沙有量 今天有没有下沙有没有量 还有低点呢 还有低点呢 今天最后排1152张 是谁卖的 谁卖的 坐手卖的 这个跟你讲的时候 你有没有在鸟我啊 11月19号 有没有鸟我啊 第二波的时候告诉各位 文貌 第一波我说341 文貌要跑 利多出现 我算出来空底区 341 你有没有在听 没有 没有听嘛 散户怎么可能会听我的 这里利多嘛 有没有出量 两万四千多张 三百多块两万多张 这里出量 我在节目上 一而再再而三 三番两次跟各位讲 他扣高转折 我只讲这个而已 来到空底区哦 我还没有讲 扣高转折 还有其他技术分析哦 我直接跟各位讲答案 连数字都讲出来 然后呢 在这里空对不对 这里空 这里我补一次 为什么在这里补 这里是一个平台 跌 跌升 他会先做一个说 技术性反弹 上来告诉你 318 328 这个点是328 你如果坐回家 嘟嘟啊 有没有看到 328 那下来告诉你 你要小心 这里 这一根破线 带下眼线破线 一堆人在这停损 反手放空 然后刚 当天就被嘎 赶快 赶快空单补在上面 然后今天又继续跌 然后这几天我跟各位讲 下沙有量反弹无量 我在讲 你们在听啊 我现在在问各位 如果 我等一下 讲的 讲的东西 你答不出来 你最好来找我 不要说 你以后 断头断角 你再来 哭爹爹叫妈妈 那都没有用 我问你 我冒的终极低点 在什么地方 终极低点到什么地方 要空单回补 反手作顿 你告诉我 你答得出来吗 我跟你讲 看电视的 10个有11个 答不出来 我答得出来吗 我答不出来 我头头来做那么多 在风险中 你还不知道 对啊 340几到280几 你25000块都不花 之前来找我的 100多个来找我的 我就叫他卖 只要是11月 出来找我 全部都叫他卖 兼放空 是赚钱 高档卖掉 高档卖掉 是不是几乎都赚钱的 然后在兼放空 到现在是不是赚钱的 那你呢 25000块不花 没关系啊 现在只不够赔个 五六万而已啊 还好 对不对 你以后等着赔更多 我会没有让你 有 你听得下去吗 听不下去 贫又咬回去 贫又咬回去 你去看我前面的 YouTube怎么讲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 6462 我懒得讲绩效 讲在干嘛 300多块叫你要 要酸 这里又一堆人买 对不对 4943 利多一堆 钱多的花一买 这人家在跑货还是进货 前一档 前一档的内盘 叫下一档 这人家在跑货 边拉边出 又出现利多 高档发力多 人家在告诉什么 告诉你196 以上不要做追 我是事后讲的吗 我每天都讲这几档 对不对 来看一下2327 我们跟各位讲 380 第一波在330的时候 我在低档的时候 预告330 对不对 然后我会没有在 这两三天 因为我知道了 一定很多人看好 对不对 哪里 主力做手在做优多 拎他拎他 看他如何 我前天跟昨天 就已经讲380 附近你小心 有没有在听 今天最高375 收盘361 还好啦 这边是散户买的啦 你有看我电视 我没有讲380 有没有 所以头顾老师 有哪一个敢讲 每个都把事后 告诉你 有赚多少 真的是 散户就是散户 老师 再来国具怎么看 很多人就开始 在我LINE上面 老师国具怎么看 绝对用眼睛看 对 那再来怎么做 他还没有死啊 老师你怎么知道 你不会看盘啊 想要学 欢迎你到三关架 先修班来 座位有限 请早报名 额毛就关门 额毛就关门 废话懒得讲那么多 你来过一次 三关架先修班 保证你做股票 不会见涨追 不会间谍砍你 未来都可以知道 一档股票 大概的高点在什么地方 低点在什么地方 这是赏户最难做到的一部分 很多人还有三关架先修班 听完节课以后 我两个小时 听完也有很多人是哭的 老师我太晚认识你了 我之前被很多 头顾老师骗到怕了 但是呢 我今天来听你讲 我看你的电视 看了一段时间 然后呢 也有很多人介绍 叫我看郭先生的电视节目 我看了几个月 很多哦 老师 你的方式是赚钱的 你的方式是站在赏户 警告赏户 你的方式是赢家的方式 我讲这样过不过分 不过分哦 刚刚好而已哦 我跟你说 我做头顾老师 我要做新生和做副业的 2313 这里是赏户买的 同不同意 同不同意 可不可以空它 废话 客气的 每天都两三万张 你会看到 一堆利多了 背天的正地都来了 对不对 不会听 来 外资大扫货 PCB回档部门 爬爬通 新兴法人续庭 11月25 25号 你自己看嘛 11月25号在什么地方 take a look 这里 也是五字头的 讲完以后 力庭啊 怎么死成这个样子 2367 现在在做优多哦 那你告诉我 散户是买这里 买这里 买这里 对不对 买这里 高点永远是散户买的 你会不会算 不会嘛 3037 来 今天新兴 这盘 44.2 是前一盘 44.25的 下一档代表 这是出货单 黑亮 那你告诉我 新兴这里是高档 还是低档 3105 这里是高档 还是低档 用看人会不会跌到哪里 会不会看 不会 你还敢做股票 我跟你讲 你倒有三官价 先修班来 我光是叫你用 看人家 就直回票价 我讲这样过不过分 不过分 散户不太容易参加会员 大部分都是 Sense比较好的 然后程度好的 我会员程度几乎是 头顾老师里面最好的 都高学历 都有钱人 知识分子 或是想来学技术 有心上进的人 一般的欧巴档 会参加上下左右那种 会背天会挣地 每天都堕探了 头顾老师 自己选好 不要说 不要以后我事先预告 你会苦苦啼啼 老师我被骗了 我当初没有听你的话 我不喜欢你的电视节目 那现在 我输成这样 老师那些头顾老师 让我害得那么惨 那现在怎么办 没有啊 就凉拌加稀饭而已 对不对 我事先预告 你怎么会听 好OK 然后呢 再来看看一些股票 4943 我就一直讲啊 对不对 4943啊 你要不要买随便你啊 我是在空哦 我是在空哦 空什么点 我都跟各位讲了 6462 技术性的一个所谓的反 即使这里要告诉你要卖 我在这里卖的时候 卖跟空的时候 是没人领我 现在叠下来一堆人 走到要死 那这里的差距将近100块了 一张就差10万 对啊 2万5千块不花嘛 我那个专案结束了 现在你要花更多 你后学想说 老师 没关系我再等啊 没关系啊 你会花更多啊 重点是你股票跌死了啦 我讲股票跌死你信不信 会跌到哪里 会不会算 来 小弟在下不踩我 已经在节目告诉你 11666 11684 你在讲什么在听 没有 就告诉你这里会来 行进过程里面 这里都不会有档的啦 节目上直接告诉你高点了 低点我不讲了 我只告诉你那个低点 粉恐怖 恐怖到什么地方 做多的会一片岛 断头断头再断头 老师你不要为言耸听 没关系啊 你的钱不是我的钱啊 我无所谓 我善尽高值的义务 老天叫我要讲我就讲 高档我跟你避开了 低档你不能叫我 全部脱光光都跟你讲 郭先生呢 高低点 几乎都可以抓得住 都事先做预告 你信不信 不相信赶快站台 座位有些人紧早报名 额满关门 有平概股 有高价股 有细经元的都来 还有我没顶到 顶到名的股票 你就最好来听 反正面前的摸听看看 听过他哦 你听过我讲了以后 你会 这郭先生真的是神耶 神经病 神经病到会真的预测到 局势跟所谓的股票的高低 我讲这样不过分哦 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哦 不要以为我开玩笑哦 信不信那是你家的事 我没你求人的啦 我没你欠会完你知道吗 要参加我会完的人有够多的啦 为什么 有料啊 我曾经跟各位讲过 郭先生有三十几年经历 全部的头顾老师 是郭先生资历最老呢 有些大节目的邀请我 你们还没人去 78年第一次 这个人叫姓郭明先生 你看我乘客人啊 乘客人说话就是什么 死他一个一个啊 我今天是否当 当头顾分析人员 我是看不惯 有一些头顾分析老师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赚钱 那我在高档既然要卖 既然空没人撩我 我在低档既然在节目上面 几乎叫人家要买 没人撩我 越没有人撩我 就代表我越对了 我之前是不是跟哥讲过 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参加有赖在封锁我 因为我在做空 我在给他们风险 散户不爽 封锁我 那些人都死掉了 未来死得更惨 不听好话嘛 不听实话嘛 只想听 听好听的话 听洗脑的话 我不知道各位在干什么 对啊 你当头顾老师每个人都告诉你 跟着我大转 转转转转不能再讲脏话 我住台北不能讲脏话 怎么办 现在你要怎么办 来听一下 高低点跟你讲 你手中有股票 我跟你讲 你不来听 有很多 我当然会算高点低点 不是用单一技术 你哪有听 你之前来听过都死 你之前来听三关架先修办 都散过了 有些参加好会员 散过以后兼赚钱 没有散过 你就自己看着办 反正 你就感觉别人骗 我骗一遍是死 我的骗你 我不是这个个性的人 我讲话不好听 记住苦口良药 连头顾老师就不会选 我已经告诉你 一个头顾老师在讲 涨很多的股票 就是打钱你知道吗 我在空这种股票 很多头顾老师在买 赚好多 我看外PCB酸熊 哇头顾老师都赚好多 你们都喜欢赚好多的 我叫你有风险都不鸟我 3105 这里叫你341要酸 跌下来叫你补一次 谈胜哪 叫你328在空 会破线你也不相信 那未来会跌到哪里 会不会算 对不对 2327 已经这两天告诉你380了 已经到275 对不对 看一下 来 12月4号 12月4号 10点多的时候 需求回温 被动员舰放光明 今天12月4号 开盘前8点03分 国具大陆厂征兵签名 农历年赶工 哇哩呢 收相对低 好坏人可以分吗 先跟你说我没缺会完而已 我这些看上去委员就来 你在前天之前你可能花个两万五千块 你可以参加会员 现在不值了 我以后会再提高会费 我会吓退你 我就是这种人 当我知道所有赏户有危险的时候 我降低我的会费什么什么什么 我什么都给你 当我开始开始在跌 我就是开始老大了 我就是这种人 因为你越早相信我 我会越会保护你 你越晚相信我 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汇费 或是你在股票上面会跌更多 这在试验你的人心 空军召集令 第二步空军召集令 成型要不要来 你想要卖在高点的来找我 想要当空军的来找我 想要学技术来找我 我严禁于此 你自己看着办 我跟其他投股老师不一样的事 我都讲白的 其他投股老师就每天上面 就花枝招展 就跟你讲那五四三二 每天都大赚 那种鬼话你也相信 来再讲一次 有神盾的 有双红的 有可乘的 有玉金光的 有文帽的 有细晶圆的 环球晶的 那有被动元件的 国具或是华星科的 还有我没点到名 全部都最好来 那相信我的 你就跟着我做 不相信的 那你自己看着办 身心炎主人福 林高林风高 我们的高等公 五个就去找 每天大天的老师 职位你就来找我 你找我 你还可以赚钱又学技术 你一辈子受用 你不会毕业 你是大赚小赚 都是赚 注意听 有没有听进去 男的里面听你面两个而已 八的也是 五个啦 那八的就是 双方 听有的就来 那昨天最后 前天最后一次 带又带两万五千块 ending了 那现在你再来 只是增加一些 没有很多 等我增加一倍两倍的时候 你下不了手 又被我下退了 那你有股票在 又在跌 那就不参加了 然后这未来 就时间过后 未来你就断头断手 断头断手 离开这个市场 两袖清风 那个时候 你就知道 垂心肝 郭建政 没在缺买 我会这样先说 自己来 注意广告中时代电话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现场 再跟各位继续谈 第二波的空军在晋级 10月底是第一波成型 然后现在 12月初 11月底 又开始第二波成型 想要赚钱 学技术 躲过风险的 来找我 要化研究于此 那如果以后 你断手断头断脚 不要说我没跟各位讲 你自己做抉择 速播 02389 8689 那这个礼拜天的 三万价先休 也请打 02389 8689 预约报名 额满 关门 启发头顾 有粉丝团哦 向往花钱 不犹豫的生活吗 想轻松退休 不为钱烦恼吗 快掌握 启发头顾分析师动向 线上解盘 财经解读 台股分析 讲座资讯 重点新闻 启发头顾 粉丝团通通都有 锁定启发头顾 粉丝团 让你财富满满满 竹梦专线 022389 8689 启发头顾 启动财富成长 发现幸福人生 想带家人出国旅游 却难以实现 想为家人换车 你却迟了 也让缺钱 成为你的理由 让启发头顾 协助爱家的你 打造幸福美满的家庭 选择启发头顾 获利轻松入带 致富专线 022389 8689 022389 8689 启发头顾 好 欢迎回到现场 苹果股价 我有没有在 我已经讲两个礼拜以上 我有没有跟各位讲 267到289 是空底区 最高268 昨天 今天凌晨 苹果股价大跌 已经259了 盘中最低256 那我已经讲过了 12月15号 关税的一个税大限 习近平不会签 所以法人怎么做 拉到上海都是落袍 你看不懂 这我不是现在讲的 我已经讲N9了 你会怕吗 不怕最好 没关系 你现在开台湾银行的 我不是恐吓各位 而是为了各位 苦口良药 我今天认为讲的这么义愤填衣 主要是我怕你受伤 那你跟着我 就是可以赚钱又学技术 那我会费还是向很低的 投顾老师 我的费费是最低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算有良心 我算要帮助你 但是也要你要伸手 我有伸手也要你伸出来 对不对 你未来可以赚钱一学技术 何乐不回呢 不然以后怎么办 怎么办 你没有考虑到后面 我预算的会错吗 我错的机会 ZERO 贪钱又技术 赚钱又赚钱又赚钱又赚钱 那会员的部分 你可以入会 不然到我三官家闲修班 都看广告中时代电话 预约报名 或参加在LINE上面 报名都可以 今天节目到这里告诺 祝各位明天 操盘胜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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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